字幕志愿者 クロリア 作曲 初音樂 最對的位置 貴獻人 高積人 조葉寧 加油 好啊 小牙菇 欢迎我们的牙菇美少女 大家好 荣物春风啊 我就觉得她长得太完美了 所以这样给自己早点别扭 就弄一牙菇 这个会拿到舌头吗 会那个刮到毛衣什么之类 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你啊 一直觉得自己还 我也是 真的你觉得呢 我怎么样 还清纯吗 你可以评价一下 跟我想的差不多 见到偶像了 见到偶像了 你太喜欢她吗 我和我的那个助手 我们两个都是那个主动报名要来的那种 真的呀 那想要了解高月呢 马上走进我们的金嗓子 超级小们 你现在还会做公务棋车吗 会 你是不舍得打成 有的时候觉得没必要 去年去怀柔拍戏 还做的916去的怀柔 一定要成名牌什么的 不会 但我遇到了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困难 当时想退 但是又退不了 你就必须逼自己上去 拍这个吸压力大到就鬼剃头啊 一块一块掉头发 突然就秃了一块 自己卸了妆一摸 哎 这怎么一大片皮肤 可以摸得到皮肤啊 中间有没有打过退堂鼓 有 感觉是第一次来说这个事情 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带了个牙齿了 带了多少钱了 带了三个月了 可以摘了 终于可以摘了 你说带的那个牙孤来有没有用意 你觉得 当然有啊 铁齿 铜牙 对啊 带了牙孤都没法拍戏了 对 我今年本来也是要休息的 休息一年 我希望能休息一年吧 圆圆这段时间就是在家休息嘛 有看我们节目吗 我看了陈建斌那期 喜欢那期吗 喜欢 太逗了 你觉得哪个场景比较进以优心 陈建斌那期 我觉得好像这种节目就是朋友对他评价那种都会比较有意思 比如说说他那个那个打电话的那个特逗 你知道陈建斌上的节目是我们俩连虹带片把他骗来的 我听说了 那片来了以后呢 上完节目他给李静打一电话说 李静儿啊 我想自己花钱把他带着买回去 我不想让人了解我那么多 对啊 我今年特紧张 特别可爱 那你看了这么多期超级访问 自己要来上这个节目 有没有一些紧张的感觉 有 然后我有一天晚上特意到你们的公司去了 然后找你们的编辑 我想跟他说给我看看 到底我们同学都说什么了 因为他每一个人回来都是那种 特别得意的那种表情 就是你完了 就是你死定了 我们这个节目呢 主要是帮一些 帮普通人恐吓明星 所以高远远这一期呢 我们也想看一看 究竟就是你生活当中 跟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电视中那个人 是不是一个人 完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性格肯定会有另外一面 先给自己打个底儿 对 好 我们首先听听朋友眼中的高远远 来听一下 高远远同学 就是在我了解他 他应该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 然后特别温柔 脾气也是挺温和 然后基本上我没见他跟人急过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除了是那种特别大型的聚会 然后声拉音拽他会再才会跟我们出来玩一次 在这个文艺圈里边 女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啊 或者说为了名为了力 那种去斗啊 去真的那种心会很烈 但是 远远是一个特别淡泊名利的女孩 而且心地非常善良 可以讲是我见到的 但是很多人当中 她是一个比较少有的 就是内外都美的女孩子 第一天见面的时候跟她不熟 然后那天我特别想找卫生间 然后不知道在哪 我就站在那到处看 但是她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讲话声特别细 你跟她讲话老觉得怕 就是老怕打扰她 好像跟她讲话不知不觉的 自己的声音也开始变得特别细 她就悄悄走过来 完了也不大声说话 往那边看了 看了看了看我说 同学你是要找卫生间吗 在那边 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从长相啊 从性格啊 从说话的声音啊 就是她几近不完美的一个女孩了 压力大了吧 谁要说你是很完美 这事就压力大了 节目做到现在 我们第一个嘉宾被人说 很完美 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平时大家见面也不会那个 就是开玩笑或者什么 然后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来评价自己 有点不好意思 多好呀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形象 就是说其实发现 她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就按照她那个 西游间在哪 那边拐班第二间 不要走错哦 你原来你生活中跟朋友说话 就这样的吗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就是我可以说话声音大一点 然后可以那个语速快一点 我以前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看我以前的那个电影 爱情麻辣烫 对对对 那时候是那样的吗 是 我现在就不敢看那个电影 就好像不会说话一样 就语速很慢 然后很嗲 但是就小时候就那样 就不会好好说话 这样吧 你把爱情麻辣烫的台词 给我们再说一下好不好 当年的状态 当年 我想要什么台词 有一个特经典的 就是那个后来老辈人学 就那个男孩从后面拍他 他和一个女孩在那玩一个机器 然后两个一回声说 王爱 怎么是你啊 大概这意思 那个时候就 我拍很多遍就很慢 每次都是 应该是很惊讶的一回头 王爱 怎么是你在这儿啊 然后不会说就 王爱 怎么是你啊 就是永远都是这种 就这几年刚刚好一点 就这几年刚刚好一点 就你一个人吗 就一个 那和我们一起做吧 可以吗 那可以了 觉得跟自己的这个年龄成长是有关系的 年龄越大 生意越大 可能越往小一点 就是越奇怪的一个孩子 对不对 对 就是会特别不太 就是反正拍电影那个时候的状态 呈现出来的就是不太会表达 刚才你那个朋友说 你特别不爱到那个公众场合 比如说聚会出回大型的你去 一般你都逃了 对 这方面可能有点不正常吧 喜欢在家窝着 对对对 就是怕接触人群 其实不太适合我做这个工作 喜欢在家窝着的孩子 因为我这段时间做心理节目做的比较多 心理学家说这样的人 小时候一般都有幻想症 真的吗 就在在自己的小的环境里 自己会想象很多东西 对对对 我们做个夜排 夜排也是 自己在家给自己配音 自己说一句 然后再在这边说一 再在这边说一句 今天我们去玩吗 嗯不想玩 那我们去哪啊 嗯再说吧再说吧 就是小的时候他通常都是被家里就是自己在家孤独的 然后有人想很多想象力丰富 你小时候是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吗 小的时候 好像自己还会写故事 然后编故事 然后现在大了 觉得看小时候编的故事觉得特无聊 还留着吗 嗯 初中的时候编过的好像还留着 嗯嗯 像我家抽屉里锁着呢 你们肯定找不到 哎 我们还真找到了 找到 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东西啊 但是 其实其实你是忘了你小时候编了很多东西骗了好多人 然后这些人随着年龄长大发现那事都不存在 嗯 好不好 要不要听听 首先是他小学同学揭发这个高圆圆的啊 对 听一下 小的时候 那个可能看电视看多了吧 看那个小学国那种那种电视 然后就是骗我 骗我跟张静骗我们俩说那个 就说那个 就说你们俩 咱那边有一个水塔吗 说你们俩在水塔里 然后呢 有一块人 然后呢 就想劫持你们俩吧 这意思 后来那个吃了一小人 给你们救了 那人有什么魔力味就给你救了 然后呢 回来就跟我说啊 就说那个怎么怎么着 描上灰色灰色 我就信了 然后呢 嘟嘟也骗我们俩 反正骗我也很长时间吧 我有问题 我说那小人能不能给我们看看呀 他说不行 那不能见人 只能我一个人知道 他就是我给他喂吃了 只能我一个人养着他 然后那个 后来等到最后 他就那个 他就跟我说 说那小人 被人被他放在鞋盒子里 让人拿砖头给砸 给我看 小时候吧 那个门上有刷的那个胶 留下来的那种颗粒状的 那种透明的 挺好看的那种 然后呢 他就把那个胶搬下来 然后跟我说 诶 中文方这是我爸 从出差 从外面带回来的糖 可好吃了 你尝尝吧 然后他就非得 非得怂恿你去吃这个 好喝了 说那个 你吃吧 你吃吧 真的特别好吃 我们家就这么点了 你吃吧 然后那个 我就真的放在嘴里了 当时就看 他蹲在地上 笑的就已经起不来了 这是 但是他最终让我记忆 太深刻的一件事情了 那我完了 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 你其实啊 很适合开广告公司 第一件是编故事 第二个是想象力 第三个是说服力 对不对 对 你说你自己当时养了一个小人 还骗人说你喂那小人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 看那个皮皮鲁鱼鲁鱼七七 不是就有几个小人吗 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 特印象特深的 这孩子去学校考试 小人就放在耳朵里面 放在耳朵里面 有一个小人还 专门是去学英语的 然后就帮他考英语的考试 而一直幻想自己 有一个这样的 后来编不下去了 编不下去了 被打死了 还弄了一悲剧出来 其实我觉得 你有没有通过这些事 发现一下自己的性格呢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特老实的孩子 其实你骨子里有一种挺叛逆的东西 对对对 我小的时候其实一直是 就是很多年都是那个 在班里做班干部 然后那个要 就是当班长 当了六年要管一个班的同学 然后自己还特有责任感的那种 好像慢慢大了 然后想当一个淑女 然后慢慢慢慢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怎么样 就性格就变了 你记得他15岁那张照片吗 我相信那时候肯定高年级男生会来追你 笑话 或者说有没有外笑的一些男生 比较高年级的来追过你 会会有一些 我听过一件事说有厉害的男孩 然后就是说托人说想我想跟你好 然后带着把他吓退了 对对对 想你那件事 我现在就是觉得挺佩服我小的时候 怎么那么多招 就是他很大 那个时候我好像才上初一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我 我突然就觉得特别恐怖 他就真的就敢跟着我一直回家 然后我们那个舒适平房 他就跟着我要进院子 然后我也不敢让他 就是说要父母看到 就觉得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后来他就说说你那个明天什么什么时候 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来 说那个就说反正就说我们谈谈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特恐怖 然后就一天上课都不能上 然后就想了好多办法 最后就决定把自己弄得特丑 特别恶心的那种 然后把他恶心的头 我最好就翻出一条秋裤一样的那种裤子 然后抹了一个药膏 是治那种皮肤病的那种药膏 是特臭的那种 抹在自己身上 抹了好多 在说话的时候会就那个 花鼻孔 对对对 就是你害怕别人喜欢你 就是要把他吓走为止 然后后来果真把他走路 那个一会外八字 一会内八字之中 基本就是他看着我就有点傻了 就是跟蝶子特别不一样 对 然后我故意还走他前头 一会外八字 一会内八字 不来还想着你 那个永远算没有见到过这个人了 他走了以后你还在后面喊 你给我回来 他走 走更快了 想更多了解超级访问做客嘉宾 一搜就知道 到超级搜索网站 一搜.com 超级访问嘉宾 新闻 图片 音乐 支持者网站 没有你找不到的 超级访问一搜全知道 我知道就是你读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拍戏了 接触影视了 什么机会让你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这圈子 就是很巧就走在大街上 然后碰到一个广告公司的工作人员 在哪个大街上 在王府井 你得说这地儿 我们都去那儿溜溜溜 王府井大街上 对 外面书店附近 你自己吗 我和我同学 然后我们两个就傍晚了 然后在那儿走 然后他就过来说 觉得我的样子挺适合拍他们的广告 然后也没有马上叫我去拍 就录了一段那个 拿那个video录了一段 后来就过一段再打电话说你来拍吧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路上有个人给你拦住 说你适合演戏 我一般都会觉得这人是 是骗子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年代会这样 我那个时候是96年 大家对这个还没有概念 就是当时也没听说过什么心坦之类的 他给拦住了 而且他又是个很年轻的女孩 对 然后我又和别人在一起 他又没有说现在就把我叫走到哪儿去 所以没有什么太可疑的 当时兴奋吗 没感觉 因为你从小如果对一个事情没有太多的想法的时候 就算来了 你也就也不懂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你加入演艺圈是从拍广告开始的 对 第一条广告是拍什么 美灯高的冰淇淋 我觉得我反正到现在为止吧 虽然演技不太受认可 但是我还是一直就是天生不太处这个的 就是挺莫名其妙的 就是第一次叫我到镜头面前 也没有觉得害怕 然后就是让我做什么表情就做 你第一条广告还记得给了多少劳务费 400 那么多 96年400很高 但是后来才知道在那个行业里面并不是很高 还可以 高兴我拿那400块钱的时候 还行 高中生了 还可以 400块钱都要拿了 好像买了一个那个学生厅 然后买了一个书包 他买的都学习用品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条广告好不好 当年96年的冰激凌的广告 来看一下 这是你的牙 对 没有带牙固的牙 时尘冰凉世界 飞越美味丁峰 美姿美味 美灯高 这一个镜头其实是完整的 对 我太冷了 我最早拍过一条广告 也是 就是最早 刚到北京的时候 就是一个食品 那个广告我记得叫Aloha 然后它括号兴奋的 它那兴奋的意思 让我说这个Aloha的时候 那个状态是兴奋的 然后我就不懂得 你要怎么做 很兴奋的说Aloha 兴奋的呀 要很夸张的那种 Aloha是吧 Aloha 好美 甜美的呢 甜蜜的呢 甜蜜的 吃完了以后特别美 Aloha 我是这样的 Aloha兴奋的 然后那个导演 听听听 他说什么呢 嘴里 再拍一条 Aloha兴奋的 拜托 那括号里是提示 我这也不让你说出来 哈哈哈哈 他把那个兴奋的都说出来 丢人丢的呀 我对不起 全孩子都有 就像李强拍那个打耳光的戏一样 啪 嘴巴里还配音 哈哈哈哈 但是你那么多广告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嗯 就好像我们男生最深刻的 清嘴 这是韩片 韩片 对 但是那个之前我在北京已经拍了有将近一百条广告了 你这广告给你有没有带了什么影响 上街的吗 当时有一些 因为其实挺意外的一个事 因为我拍那个广告的时候 我以为就会像我之前拍的所有广告都一样 很多广告其实我也觉得拍的还不错的 但都没播 这个广告我也是 然后也没觉得会怎么样 然后也没觉得题材有问题 没想到最后他播出很多 然后题材好像还被争议了一段时间 然后还被什么报纸网站评过 什么十大恶心空调之类的 嗯 所以有没有走在街上 男孩在后面说 我想试试清嘴的感觉 哈哈哈哈 没有 那倒不至于 就朋友可能之间会开玩笑 然后会故意送你和这个 哈哈哈哈 这个太缺德了 对 可是我觉得你像你16岁 16岁就开始进入 就跟影视有了接触 嗯 理所应当应该考什么电影学院啊 戏剧学院 嗯 但是很意外你没有选择 嗯 技艺术院校考到哪最后大学 呃 叫中国公寓学院 公寓学院 现在叫劳动关系学院 嗯 那是学哪个系 我大专的时候是学的公关文秘 文秘 对 然后又呃 专生本又学了两年的国民经济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当时的想法并不像加入演艺圈 想当文秘 因为那个 对对对 我那个小的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当一个白领 想那个在公司里面 然后工作很简单 然后每天朝九晚五 生活很简单的那种 这是小 这是小的时候的那个梦想 我们已经是第二个嘉宾说这个话了 对啊 秦海路一生的梦想就是做文秘 他当时拿了金马影后以后 他说我这一年不能拍戏 我还是要做文秘 他一年都不拍戏 哎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让你觉得那么有兴趣 我其实可能是从小 我没有什么事业心 我老是觉得我生活中很多 嗯 就跟梦想有关的东西 跟工作没关 就是我 我只是觉得工作越简单越好 然后当时我 我想象中的白领 应该是那种环境很优雅 然后那个 我一直觉得女孩 其实穿制服挺漂亮的 然后那个工作很简单 反正赶快下了班 我就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了 然后我不会因为这个工作 牵扯太多精力 其实 那个时候想法是这样的 招就完母期 对对对 然后我爸一直就 就是特生气 我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 那你到了那样的一个大学里 大家都认识你吧 应该 很多人 对 其实也就开学的时候会 他们觉得有点新鲜 比如说那个会帮你来看 然后指这个什么的 但是后来就稍微时间长一点 就一个月之后就会发觉 你跟他们一样要去排着队打发 那你为什么呢 你是害怕演艺圈还是怕什么 我只是觉得不喜欢 我是觉得好像 我选的职业一定要 要不然就不要耗取我太多精力 要不然就是我非常的喜欢 主要可能是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正好是我马上要毕业的时候 拍的那个《倚天投工记》 其实那部戏是让我改变 想法的一部戏 那部戏是我第一次很认真 很投入的去 去做这个工作 因为以前拍广告都很简单 就几个镜头 即使拍戏也不会遇到 难度很大的戏 反正就让我演学生 那个演简单的演乖的 然后第一次演有挑战的 然后第一次碰到很 很很怎么说 就是节奏很快的港台剧组 让我遇到了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困难 当时想退 但是又退不了 你就必须逼自己上去 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到发现乐趣了 就是因为你其实做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你特别投入地做了 你会发现乐趣 当时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你想听听看朋友反应吗 好 来 今天压水拍的时候也是压力特别大 他就最大的时候 曾经有一天早上起来 就发现自己就是脱发了 就是有差不多一块钱硬币大小的 那块头发就没了 他自己也去医院看过 医生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说可能你最近短时间真的压力太大 造成你就是脱发嘛 他每次去别的地方拍戏 我可能都会去探班 然后那一次去探班呢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性格都差不多 都比较相似 所以很少发生冲突 也从来没发生过 但那次探班之后 就是去了之后呢 在一次聊天当中 我们俩可能就是 说的可能不太投机 然后呢 可能就他一下就生起了 然后冲我发火了 我们两个就争吵起来了 就是我也很生气的这种 然后两个人就属于 一个晚上也没说话 然后第二天我就走了 我就回去了 但是过后呢 我就接到他的短信 他向我道歉啊什么的 当时的确我也挺伤心 又伤心又生气 但后来我觉得 我挺能理解他的 是因为我觉得 的确他在这部戏里面 给他压力挺大 就等于一个人 就是能感受他的那种无助吧 我就记得他们 就在一起讲嘛 就说啊 不太适合 不太习惯 就是港台式的一些镜头 当时的一些镜头 还有一些表演方式 我觉得他的后来 就真的很进入状况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 后来就活脱都就是一个妖女 我很印象很深刻吧 就拍到后期呢 就是我那时候跟他气婚嘛 跟这个张无忌 跟周梓博气婚 我记得有一场戏吧 就是他就数落我了 我就觉得我是我对不起他 我很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应该也算是 拍戏的经验比他多 可是我真的被他的眼神 有震撼到 就是他那个回眸那种哀怨啊 他那种 你这个父亲看都是你 都是你毁了我这样子 我就觉得哇 那眼神就觉得 有深深的背 觉得我好惭愧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对不起这个女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他那时候 我到后来其实很进入 那个戏的状态 进步非常快 我到后来 我到后来 是 直若 你从何处学的如此厉害 惊妙的武功啊 张无忌 张无忌如此逼你 你还护着他 直若 我问你 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 直若 请你量解我的苦衷 再来婚姻之约 张无忌云雾反悔 只是烧迟数日 我警告你 今日你只要踏出这大门一步 就不必再来找我 直若 张无忌 出了光明点 你就不要后悔 直若 你不对我恩重如山 请你原谅我 好 好个张无忌 各位 亲眼所见 是张无忌赴我非我赴他 从今日请周智若和姓张的恩断一绝 我完全跟你联系不上 就是 就是后期 兔子接着也会咬人 对 当时就拍这个戏压力大到 就鬼剃头 一块一块掉头发 还好在不明显的地方掉了一块 对 后来 当时 自己挺害怕的 就突然就秃了一块 自己卸了妆一摸 诶 这怎么一大片皮肤 可以摸得到皮肤啊 你当拍这个戏的时候 中间有没有打过退堂鼓 有 有 我中间很多次 其实 是太辛苦还是说 就跟不上这个节奏 我受不了 那个 大家的工作态度 其实我现在觉得那是很好的一种工作态度 因为 我觉得拍戏是 大部分的戏 尤其是古装戏是 不能你 很慢节奏的 不能大家 每个人都非常照顾你情绪 自己一定要管自己 就谁也管不了你 但是当时我受不了 因为 之前 所有碰到的导演 都是那个 对 你说话很和气 然后会 就是会 哄着你眼 对 让他都不至于 就会从你的角度出发 去 去考虑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 这次碰到导演 就是导演不会 他就会那个 你不行 就会很直接的 就说 说你不行 说你怎么能演成这样 说你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的 我觉得 我可能是受不了这个 就是 但是其实这部戏挺好的是 那几个演员给我特别大的帮助 因为当时 刚才有朋友说了 他当时就跟我说过 说新人 谁没有第一次啊 那句话真的挺鼓励我的 嗯 那 刚才那个同学说 跟你吵架 嗯 你还记得 因为什么呢 大概 是情绪不好 嗯 他是我 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我们两个人是从来没有吵过架的 因为他脾气很好 其实我脾气比他 就是他脾气比我还要好 就是生活中没有见到脾气这么好的女孩 但是 那个时候 嗯 就是他来看我 然后那个 哎呀 你状态不好 嗯 对 那个时候 我记得 就是我拍了一场戏 回来 然后他们两个在聊天 回来 就是两个人聊天 就说 说哎 你性格有 有什么样什么样的问题 说你别这样了 其实 不论是在别的情况下 我 我是 肯定是能接受的 但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我压力这么大 然后 我面对的那个 那个导演 刚拍完一场戏 我刚松懈下来 你们就跟我说这个 你不想面对他们的 真话其实是 对 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 嗯 需要的是鼓励 对 我真的是那时候 很需要鼓励 但是我说不出口 说你 你们多体谅我一些 真的说不出口 可能是性格的原因吧 然后 两个人就说了一些 我 我在当时的情况下 不能接受的话 然后两个人就有了争吵 嗯 然后说了 最终的一句气话是什么 哦 对 我就是 后来说了 我就是吵架的过程中说了 说觉得朋友之间应该是百分之百包容的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他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 难道你 你伤害我了 我也得包容你吗 嗯 就是 那你今天想对他说什么 如果他看这期节目的话 如果他看这期节目的话 反正是第一次来说这个事情吗 多少年了 好朋友 嗯 从 从95年 10年了 高中同学 对啊 不想哭 不想哭 嗯 就是我觉得 很庆幸 他 他包容了我 然后还 我们两个还能有很好的友谊 他还能在我身边支持我 想更多了解 超级访问 做客嘉宾 一搜就知道 到超级搜索网站 一搜.com 超级访问 嘉宾新闻 级片 音乐 支持者网站 没有你找不到的 超级访问 一搜全知道 今年女工拍了多少集 今年不是一集吗 今年拍了多少集 今年拍了五部戏 四个电视剧 嗯 一个电影 我们在一搜网上面看到 说高远远主演的青红路选 第58届嘎那电影奖 电影节 电影节你有没有想过 会给什么奖 你希望获什么奖 这部片子 我希望电影能获奖 因为一直都在说 我觉得我 我个人是真的是 我不是说在这 非得要说什么谦虚的话 因为我是真的没有 一点实力去拿那个 拿演员的那个奖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电影能获奖的话 像王小帅 除了他 或者他这一代的导演 可能在电影的路上 会走得好一点 嗯 就王小帅本人来说 他可能他 拍电影的路也会 也会更顺一些 嗯 再问一个很八卦的问题 拍戏挣的钱 是交给爸爸妈妈 还是自己收的 我们家其实那个 就是理财很 很有特点 就是我们家 我从小就是那个 钱 我们家有一个黑的皮夹 钱就放在那儿 然后那个钱家 就放在抽屉里面 你谁要用 就自己去拿 就从小我就不用说 哎 爸你给我钱怎么样 你用自己去拿吧 那你要不要 我不懂 嗯 是爸爸妈妈的工资 集中起来 放在那黑钱包里面 就谁用 谁就去拿 你跟你哥哥 就随便拿着用 对对对 哎 有时要碰到 我这不自觉的小的时候 我就会拿很多呀 其实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好事 因为真的给你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反而倒是 就是会很小 就形成一个 很自觉的一个理财的 一个观点 我觉得你们家人 是培养你的克制力 就是对对对 他用很尊重你的方法 对 所以就是我 我到现在 就是对 我在那个钱上面的 这个用法 可能都一直都是 比较比较节制的 你相信吗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会很节约用 我听到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吃惊 就是他在同龄女孩子当中 不说有钱和没钱来讲 是非常节俭的 节俭到什么程度 来听一下 我那会儿有一次在那个 万通跟他一块逛街嘛 就是他在万通 买了很多的 就是像相册 还有他的笔记本电脑 拎着这些东西 然后呢 他还一边 拎着这些东西 一边跟我说 说哎呀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我肯定就是坐地铁回去了 但是因为这么沉 所以我不得不打车回去了 当时听了 我也觉得挺惊讶的 因为他当时 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 那种状态 没想到他就是 还是会就是 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吗 就刚拍完戏 然后突然我租的房子 就因为有别的原因 突然就不能再继续租下去了 然后我就需要马上再去租一套房子 然后但是因为着急嘛 所以租的那个房子呢 他要我一次性付一年的房租 然后一下我就傻了 然后我还 但是我自己还在说 都说哎呀 去哪里弄钱去啊 要不然都没地方住了 然后元元会很主动的过来讲 说江林 他说这个存折你拿去 他说那个 因为我现在我也不需要怎么花钱的 他说我的钱够用 他说你赶快拿去把房租交了 把这个房子租下来吧 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是他很主动的过来跟我说 要把钱借给我 所以我发现啊 一定要跟你做朋友 一是爱攒钱 二是爱借钱 但有一点不愿意给你做朋友 你老挤公共汽车 对 更受不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少见 基于做了明星之后 而且说是在现在一年拍一百集的戏 但是这是以前的事吧 你现在还会做公共汽车吗 嗯会 就是我觉得我 我在车上也不会被人家认出来 也不会有什么困扰 会 你为什么呢 你是不舍得打车 有的时候觉得没必要 像前两天去我们剧组 都是从通线直接坐公车去的 嗯 通线有一个车 它是从通线到那个三环边上 然后对 我就会坐那个车到三环边上 再坐地铁会打车 然后去去年去怀柔拍戏 还坐着916去的怀柔 你都知道 就是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舍得吗打车 呃 我是觉得没必 就是不是非常有必要的时候 而且有的时候坐公汽车挺好玩的 就比如说你这个时间 你打车去反而会提前到 那你你坐一个公汽车吧 而且很多人其实是不会坐公汽车 就是他不知道什么车会到哪 我是比对这个比较熟 我觉得坐车很方便 包括自己会一定要穿名牌什么的吗 不会 不会 而且我是觉得好多名牌也未必适合我 然后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挺没必要的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了 你你今年是为了戴牙孤不接线 嗯 还是其他的方面 有一个原因是我本来计划好的 是因为我去年拍太多了 今天想休息 然后突然我妈就住院了 然后就就在医院陪她 为了妈妈住院所以就今年不接线了 嗯 对 这个是一个原因 就是其实如果她不住院也会 也是要休息的 但她住了院肯定呢 就是要休息一下 妈妈住院以后你 你是每天都要去吗 嗯 对 就是最近突然 嗯 就是那个青红的那个事情出来了 然后有很多很必要的宣传要做 其他时间都在医院 哎呀 我们听到 完美女人 真的是一个完美女人 孝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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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听这个圆圆是怎么孝顺的 又有人来反应了 听听 她真的是一个特别孝顺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我学习的 因为她最近 嗯 她妈妈身体不是特别好 可能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她只要是有时间 就会在家里陪她妈妈 也不逛街 也不出来玩 然后最近她妈妈 嗯 生病住院了 然后她也就这段时间 其实她还是有好多戏要找她拍的 但是她都推掉了 然后每天早上 基本上六点多的要起床 七点钟就要赶到通县的那个 那边的一个医院 然后一直陪她妈妈 每天如此 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吧 我觉得真的是 嗯 现在就是年轻的孩子里面 真的是听很少很少有能做到像她这样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长得漂亮不算什么 孝顺最重要 刚才孙嘉一反映说 从早上一直要到晚上七八点 也蛮累 真的挺累的 其实也还好 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照顾的事 只不过就是 就俩一块待着 因为我还不拍戏 就我们俩在家待着 也没有什么事 如果后来好多我哥也听听就说 说那个我去几天嘛 后来我发觉也是就自己就 如果说我不跟她一块待着 我不知道我干嘛 待在医院和待在家里是两个概念 就说你不跟妈妈待着 你去要干嘛 对对对 所以我在北京不太出门的原因就是 觉得我去干很多事情都不如回家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既然你没有什么太多的业余生活 也没有太多的朋友 那为什么不找一个 比如说结婚啊或什么的 找一个人来帮你分担一下呢 我是觉得结婚其实 是应该你去照顾他 就是说 多一个照顾的人 对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现在承担不了 去照顾一个人的责任 因为我觉得我结婚可能就要像我父母那样 就是两个人整天生活在一起 然后两个人要要把对方的生活都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我觉得现在我我还做不到 但是我们知道高原员现在有一份非常稳定的情感 就是男朋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啊 像是朴树的专辑啊 黄菲的专辑啊 这一猜就猜出来了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两个人认识的呢 对啊 其实还是不搭嘎的两个领域 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算 偶遇 对 偶遇 在哪儿偶遇 在我昨天还经过那个地方 已经被拆了 挺遗憾的 就是 北三环边上有一个 做后期的一个工作室叫试点 对 就是在里面 就碰到了 你干嘛去了那天 他当时在做王妃的MTV 他在帮着弄 然后和他们一起工作的 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去找那个朋友 然后就 对 就见到就认识 他在棚里 对不对 你第一眼看到是他的背影的 侧面 正侧面 哎呦 他的鼻子不错 对 侧面正好 是吧 因为瘦嘛 所有的棱角都特别鲜明 你看到这人侧面 你就喜欢上他了 呃 反正就是 跟我 跟我想的那个人挺像的 就是觉得 就有来电的感觉 嗯 因为小的时候就觉得 可能就比较喜欢做音乐的 然后就会觉得 应该是高高的 然后瘦瘦的 长得不太好看的那种 可是我听到一个 我比较八卦 是 你问旁边的人说 这是谁 说此时此刻 他在里面 忽然看到了高媛媛 也问旁边那个人 哎 这个女孩是谁 几乎是同时的 所以相互来电 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吗 相互来电啊 真的 而且别开一道玻璃啊 都能电到 啪 这个又要做一下音效来 啪 真无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有几年了 呃 今年是第五年了 五年了 你们两个个保密局一样 这我完全在报章杂志 没看到他们关于他们恋爱的消息 装得真心 哎 真的 我不骗你 我 我也是做这个节目 才知道你们俩是一对的 一个是顶尖的音乐人 一个是那么优秀的一个 哎 影视演员 我觉得你是不是特别刻意 不想让别人知道 没有 其实真的是人家问到我的时候 关于这个就是 我也不太会说谎 或者说真的非得不说 而且好像记者都知道 你走的孕女路线 你怎么可以让人知道呢 那 那 我这生活不能被工作影响的太多 我还想生小孩呢 对 走了五年了 有没有想过跟他结婚呢 对 嗯 我们俩其实好像在一起 没有太长时间 大家就说过 就是 应该是要结婚的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就好像那个日剧里面说的 是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的 你看这个人没可能 我就不跟你瞎耽误功夫了 嗯 对 我是觉得对 要有那个想结婚的那个愿望 才能在一起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来祝福这个两个人啊 有一份稳定的感情 互帮互助 祝你们以后会越来越好 谢谢 好 那今天啊 这个必须节目做完了 然后也圆了你的梦想了 谈谈你的主持后的感言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伤害 你看我已经三十多岁 没找到女朋友 有这么好的一个标识放在那里 以后找女朋友更难找 所以呢我们只好祝愿她了 三件事 一 祝愿母亲身体健康 二 祝愿你们两个的感情开花结果 三 祝愿嘎娜 能够拿一个奖 走上国际影坛 好 希望吧 对 拿不拿奖的无所谓 重要的是掺和对不对 对对 就是去窗户走不走 走一走就可以了 对 那么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好朋友 这么多年在一起的朋友说的 我想跟我的发小高中同学 还有拍戏认识的这些朋友说 我挺感谢你们这些年一直在我身边 在我感情和家里都出了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们都能在我身边给我力量 而且我这几年跟你们联系越来越少了 你们还都能老想着我 我觉得真的让我挺感动的 然后希望大家都好 下次就有媛媛来到我们的视频 那希望下次再来雅固以后再来让我们看一看 好的 来 谢谢高媛媛 本期金嗓子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你的朋友反应的不太好 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会是在最角落坐的那一个 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这个人就快怪的 我不太懂得怎么去表达自己了 别人会不会觉得你在耍大牌 会啊 无所谓 同学一个一个拍戏了 你不着急啊 我不是那种抱着明星梦去读中戏的那种孩子 在明星那不是我的生活 我最理想的工作是那个办公室的秘书 去年的9月份那是你比较落寞的一段日子 知道很多事情之后然后我就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就在自己的写字台下面真的待了三天 第四天出来的时候我就去谈工作了就唱片的事情 可能唱片公司给我的帮助是把一个 完全完全没有自信被打垮了的一段日子 因为来之前我看到过很多期的超级访问 其实来这儿我挺怕我会哭的 然后因为这个节目当中会 我觉得会挖很多人很内心的东西 让我就是让很多来这做客的嘉宾都会有很多 从前没有表达过的一些感情 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可能也是大家喜为何见的吧 然后自己也会有一个情感的表 就是多一个情感的表达方式